台中花博11月3日开幕 但还没登场前已充满浓浓正志味 被视为11月24日 台中市长选战关键战役 男女候选人纷纷打花博牌 林佳龙在跟卢秀燕拉不开的情况之下 民调 那花博当然是一个重点 11月3日到10月23日其实这是关键 台中市长林佳龙推出 台中市民专属的花博悠悠卡 除了花博期间公用停车场半价 搭火车转乘公车 前两小时公车免费 享有超过麦当劳等3000家商家的优惠 更提供第一次看花博免费等 希望获得台中市民认同 难得我们台中替台湾办一次世界花博博览费 我们不放弃这个机会 然后把最好的呈现给全世界 虽然林佳龙一再强调举办花博和选举无关 至于说选举不是我考虑的任何的因素 我们使命必打 一定要把台中花博办得非常成功 但就在花博拍幕前的活动 已让林佳龙的花博证机牌升温 对手卢秀燕也不是省油的灯 猛打台中市政府推动 记名花博卡各资外泄 更主打台中市民可免费逛花博 卢秀燕如果担任市长 那我会立刻宣布台中市民 只打过身份证全部免费参观 卢秀燕当然不会只让林佳龙收割 花博跟东洋期营燕一样 是由胡志强市长任内 争取到台中的重要国际活动 前一任市长拿到主办权后 再由林佳龙筹办 我如果在当选市长的话 我会好好地把第三棒 给接地把它完成 不过学者认为 台中花博开幕初期 可能出现乱象 那万一大家乱停车 你请大家不要开单 那或者是呢 这个有时候民众 有时候人一多 你可能花会踩到 你把花踩到死掉 在这个活动上都出包 那不但不会加分 而且呢它还会扣分 台中花博能不能为林佳龙加分 还很难说 而陆修燕打得台中市民免费看花博 根本是19世纪的老套战略 选战错误 董新闻 台中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